字幕提供 我們不想像其他YouTuber 拍一個秀給你看 我們希望可以加入一些故事性進去 西安菜可以做 比如有撲麵 餃子 腩菜 蒸排骨 蒸魚 蒜柏糖 糖生菜 還有煲湯 我很喜歡煲湯 我經常在家裡自己煲湯 文藝青年Angel 就連煮餡都自帶氛圍感 不信你看看 我剛剛有多一個切菜板 會比較好 我就可以把肉和菜分開切 還有如果有多一個爐頭 我可以把碟再溫溫一溫一熱 其實有紅棗的話更加好 想加一些紅棗下去 但是沒有 溫柔細心的Angel表現如何 一起來看看 對 Angel真是把廣式養生理念做到位 今次參賽中 和大家帶來的第一道菜 就是廣東最傳統的菜式之一 冬菇蒸雞 為了保證雞肉的嫩滑 Angel特意選了最鮮嫩的雞腿肉部位 將蒸的時間控制為大火20分鐘 再轉小火5分鐘 每一塊雞肉都鎖住野味的汁水 最後再灑一把蔥花 臨上一根熱油 一份老少佳儀 令人無限回味的養生廣東菜 動固正計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進入下一輪的廚藝大比拼 等等 Angel好像有話說 我之所以選這道菜 不是因為我要苦惱另一半 而是這道菜是我小時候 我媽媽整天做給我吃的 這道菜已經十年沒有煮過了 所以我很想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做菜媽媽的味道 我希望是比較濃郁的紅燒味 媽媽做的紅燒一味 是海外子女內心深處最大的牽掛 甚至感動了平位 吳欣 你看 這個也是因為我剛剛看到這個食材 我突然想起我小時候 我媽媽過年的時候都會煮這道菜 所以我會突然想起很想念媽媽的味道 所以就想試一下這道菜 我覺得我吃這道菜的時候很感動 想到我都想哭 因為我是覺得那種 就是一個女兒想要懷孕這個媽媽的菜的心情 我都覺得我可能偏鹹偏淡 可是就是媽媽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很感人 九眼二就是愛你 多財多藝的Angel 起個菜名都特別有思議 這道香煎帶魚的藝名就是帶你回家 把幾億中媽媽的味道都煮入了這道菜 而且Angel真的很注重細節 連擺盤也這麼有人 看來Angel的廚藝真的呼獲了不少平位的心 那她的食神指數又怎樣 我們一起來看看 最想不到的就是沙角和八甲肉 這兩個我真的想不到 我覺得很厲害 這一輪真的很精彩 我覺得最精彩就是這一輪 我最喜歡這一輪 雖然這一輪我表現得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創意很好 請用幾句話 總結一下後感想吧 所以我很緊張 有時甚至都不記得自己在煮什麼 但目前來說 因為Maggie分數最高 所以我是我的敬敵 但她確實是很厲害 很厲害 最想感激的是 當時幫我拉票和投票 支持我參加這個比賽的朋友 我覺得拉票太累了 但因為我真的有很多朋友 每天起床 好像打卡一樣 就是會幫我投票 還有叫她身邊的朋友 家人幫我投票 養生大人Angel的Instagram內容 都跟我們傳遞著一種 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 看她的Instagram是一種享受 沒有任何浮躁的氛圍 留下的只有歲月正好 接下來我們都即將邀請Angel 成為Tasty Select頻道的常主嘉賓 為大家帶來更多 好吃健康的養生餐餐餐 對健康飲食這麼興趣的朋友 就快點關注我們的頻道吧